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另外一輯的宏觀散打2點來 今天就是星期日中午的時間 剛剛和太太吃完早餐 然後來到東區的海濱長廊 坐下來拍攝一下 為什麼今天會選擇來海濱長廊拍攝呢 其實我過去都曾經在節目上講過 其實我覺得投資的很重要 不是說你的眼光有多獨到 你看的有多盡 當然那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看到的東西 分析起碼是正確 有點點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投資的一些心理狀況 特別對於投資的觀點方面 我覺得掌握很重要 而我講到的 其實投資很多時候 做運動 或者我個人來說 在做運動方面 有一些想法 其實原來跟投資都可以有一個配合 或者是可以apply在投資上面的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兩個運動 對我來說 在投資方面有什麼啟發 第一個運動就是跑步 選擇這個海賓長廊的原因就是 就是剛才開始拍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已經看到 有些人在這個長廊那裏 跑步經過 我一直講的時候 可能應該都會有其他人 跑步經過 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那話說就是 我都十多年前 那時候就參加過一個長跑的訓練班 那時候那個長跑訓練班 當中 其中對我來說 有一個比較深刻的 一個體會 或者一個 學到的東西就是 就是當時那個教練呢 就是姓馮的 其實在香港來講的話 他都幾知名的 在跑步方面 在香港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一些馬拉松的記錄的保持者 都是他的學生 或者有跟他學過跑步的心得 那阿鳳Sir在很早的時候 就是初段的時候 就跟我說 在跑步來講的話 一定要記住的原因就是 每一個人跑步 都是你要選擇 你自己對的那個步伐 去跑去練習 所以他就叫做 run at your own pace 就是以你自己最合適的步伐 去跑步 那這個講法 最初的時候都不是很理會的 就是聽完之後 OK 又好像齒名 又不敢說 我完全明白它是什麼意思 這樣 就是我們 那時候就想著說 那跑步不是應該是 你希望越跑越好 越跑越快 那怎樣才知道 run at your own pace 所以那時候聽完之後 就放在一邊 話說有一次 有一次有一晚 練跑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鳳Sir 我們每一次跑步 他都定了不同的方法去跑 有時候就 就有一個 constant speed 有時候就 跑這個 interval 即是那晚 會有幾個不同的速度 希望讓你強化你的機能 強化心臟 之類之類之類 我記得那晚 就好像是 跑十幾個圈 那樣 他就說 John 今晚我上來 就keep著一個 constant的 pace 大概每個圈 就是2分15秒 至20秒左右 他就說給我一個 range 就是2分15至25 整晚就keep著這個 pace 那時候我們跑圈 在一個運動場跑圈 其實香港的運動場 我認為是standard 一個圈的速度 一個圈的長度 就大概是400m 那就是說 你大概是2分15秒 至20秒 就跑400m 那我只當你2分18秒 一個速度 就是這樣 這個ok的 我大概都是走 這個速度 有時候時快時慢 所以那晚就 就開始跑了 跑了幾個圈 一直keep著都ok 就是看著自己的表 都能夠保持 然後跑一會兒 然後就跑 有個美女在身邊 跑過了我 他速度比我快 他在身邊跑過了 你就知道 男人老狗 我看到有個美女 身形的蕎條 腳很長 當然 因為他在我後方爬過了我 看不到他的樣子 於是想走快一點點 看一看她的樣子 是不是美女 於是就加快腳步 那就糟糕了 接著她加快腳步跑 跑了一個多圈 都未夠兩個圈 我已經沒有氣了 扯了一刻 想休克那一刻 感覺上是缺氧的情況 那就糟糕了 那一晚之後 我才真正理解什麼阿鳳Sir說 什麼叫run at your own pace 原來以為自己 想著夠氣夠力 就跟別人的速度去跑 誰知跑不夠兩個圈 接著已經是借了 其實這個跟投資 我覺得其實在那個心態上都很相似 剛才我在這裡講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 有些人跑的話就跑得快點 有些人跑得慢點 其實跑步跟投資一樣 我們去選擇跑步 其實我們都希望就是完成了那個路程 或者譬如跑馬拉松那樣 我們跑馬拉松 就希望完成了那個41km 即是多一點 OK 但是有些人可能跑得快點 世界紀錄保持者 現在兩個小時不用 那譬如Eddie 即是我拍到Eddie 這樣 Eddie 年輕人 他有操開 他打算要參加這個波士隊馬拉松 那波士馬拉松呢 他入門呢 就是三個半鐘 那所以Eddie來說的話 他就要target是大概三個半鐘左右 就要完成馬拉松 其實我們計算一下時間 如果要圈速400米來計算的話 其實大概要保持到每一個400米 即是每個圈 大概兩分鐘左右 對我來說的話 我那時候練開跑 現在當然不行了 OK 我練開跑的時候 我大概每個圈 我可以保持2分15秒多些 OK 即是2分20秒之內 但是你如果成了成的話 即是假設我真的保持著這個速度的話 我完成馬拉松的話 我的時間已經要4個小時過外了 即是其實差了很少一個圈速 譬如說2分鐘和2分10幾秒 其實你差10幾秒時間 但是你將它成了一個長時間來 長距離的話 其實那個就會差很多 我們先不要說 其實跑步跟頭子一樣 當然你去比賽的話 你當然要鬥快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比賽的話 你只是去跑步 OK 很多人參加馬拉松 老實說 你每一次參加馬拉松 有多少個拿冠軍呢 拿冠軍就只有一個 但是為什麼仍然有數以十萬計的人 去參加一次馬拉松 其實大家希望就是完成了那個比賽的路程 是一個滿足感來的 一個使命 或者一個目標 其實我們投資一樣 在我那時候跟人說 其實投資你希望賺錢 你希望就是說到你退休的時候 你能夠有些自己可以搞得到日後的生活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好的 投資來說其實這個就是目標 好的 問題就是說 每個人投資的選擇 那個取貸方法都不一樣 有些人 他們會比較博煞一些 OK 當然他們有機會會賺多一些 當然賺多一些的話 也可能要付出一定的心血 心機 做很多事情 甚至乎可能你要冒更多的風險 很多不同的做法 比如說我們經常說 Eddie的投資的取貸和我投資的取貸很不同 簡單來說 Eddie他跑步的速度會快我很多 那我不可能會把我放在他的速度去跑 如果是的話就等於剛才所說 我已經很快就已經冒了氣了 因為那個根本上不是我最感覺舒服 最舒適 最配合我的一個跑法 所以其實投資來說的話 和跑步那個心態上面 其實某種程度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投資或者跑步一樣 跑步你是run at your own pace 你選擇你自己最合適的步速去跑 投資一樣 你應該選擇你自己是最適合自己 不會令你感覺上一個很push your limits的方法 去做你的投資 選擇你自己投資的一個資產的方法去做 那就應該是最配合到你的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重點 第一件事就是 或者說到另外一個投資和運動方面的 一些配合的東西 有看開我們的節目的 都應該知道 其實我比較喜歡的體育運動就是網球 其實如果你說球類運動來說的話 我過去這十幾年 十幾二十年都已經是 基本上除了網球之外 已經沒有做其他球類運動 我是比較呆 悶彈的 有些人是可以很厲害的 就是它可以任何球類運動都可以做得很好 掌握得很好 我就沒有這樣的本事 就是我以前呢 賓甘波又打一下 羽毛球又打一下 壁球又打一下 網球反而是最後來才學的一個球類運動 但是就開始學網球之後呢 就很喜歡這個運動 就是覺得這個運動和我是比較配合到的 所以其他的運動 其他球類運動完全放下了 已經是賓甘波板 羽毛球扒 那些全部都送給朋友 就只保持著打網球 那麼網球和這個 投資有什麼 差距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 譬如說投資過一段時間的朋友 就可能會有這樣的經驗 很多時候呢 你都會覺得 喂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這個東西 就和我不太配合的 我還記得 譬如Eddie也說過 Eddie說呢 他投資越南呢 都損過手 所以他覺得就是 喂 總是這東西呢 就是和我好像八字不合 總是碰到都死的 碰到那樣 其實我也見過很多 就是我也接觸過很多投資者 其實都有類似的東西 有些又說 哎 不知道什麼 銀行股 就是碰到都衰的 然後可能是說某些市場 有些我聽到最多就是 有些是新興市場 有些是抗業 就是每次都是 幾次都是 買到都糟糕了 於是他就blacklist了 就是標籤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永遠都不會再碰它了 就是因為他們過去的一些 不好的經歷 就標籤了這個東西 就影響了他那個 就是投資的出來 但是其實問題就是 那到底是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還是那個市場的問題呢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 當然你可以說 是一些八字的因素 我不知道 就是對於這個東西 我從來都不相信 其實呢 在網球來說的話 如果大家有看 就是一些專業的網球員 其實我們打網球呢 我們都是每一球每一球 每一分每一分地打的 或者每一局去打的 有時候你會見到 就是就算是專業的網球員 他有時候都會犯錯的 當然我們這樣的 就是casual recreational 犯錯的機會大很多 所以犯錯對我們來說 是加常便飯 對於專業務的情況 那個犯錯呢 他就會覺得 為何會這樣犯錯呢 有時候我們都會的 譬如說如果試過 連續兩三球 都是想打個正手 就是wide angle 死角打不到的話 有時候都會很激氣的 對不對 都會影響到 在我們來說就是 咦 我們這次做得那麼差的話 就影響了我們的思維 就是可能對下一球 那個表現 都會打一個折扣的 這個就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記憶 就是一個過去不好的記憶 影響了我們 跟著下來的那個performance 和那個決定和那個表現 職業網球員和我們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就是 譬如說 有時候你也看到 譬如說 可能是Federa也好 祖高域也好 甚至乎拿到也好 就是拿到那些 是比較火爆一點的 的性格球員這樣 有時候他們連續打兩球 都miss了的話 有時候就是慶到 連球跑都扔爛了這樣 但是呢 他們成功的地方是什麽呢 就是他們呢 往往地 是可以很快 隨便調整了自己的心態 就是將剛剛之前打失了那些 是當粉不自的完全抹了它 重新來過 到下一球 或者有些可能要長一點 就是可能那個game 真的很差了 OK 輸了那個game 第二個game 它可以完全是好像 哇 重新復活 完全是一個不同的人去的打法 就是它可以有辦法 就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是將之前的 不開心的 一些壞的 記憶 不好的記憶 是完全把它割斷了 抹了它 跟著之後 就重新flash 再來過 而是可以完全有個 完全180度的表現 這個呢 就是 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來講 就是 等於我們投資一樣 有時候 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麽 那次可能做很多原因 就是 決定失誤了這樣 那 如果你因爲這件事 而跟著影響了你如下下來的 投資決定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很可惜的做法 因爲無論任何市場來講的話 講回剛才 我講的例子 就說Eddie 投資越南 就是不好的經驗 在我來講的話 投資越南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因爲我投資越南的話 其實都幫我賺了不少的錢 那 所以這個不是說 那個市場的問題 當然也不一定是那個投資者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可能就是說 那一刻 你做了一個決定 看了一些東西 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應該是 要反省 reflect一下 到底是發生什麽事 而你去糾正 很多人來講的話 是做不到這件事 他只是會怨某些事情 但是職業網球員 只可以能夠做到 他那個成功的地方 就是說 他出錯了之後 就是那一刻 可能跟著一點時間 是會影響到他的那個performance 但是之後他會是能夠 可以reflect回到底是什麽事 或者甚至說 完全將那件事抹掉了 重新再來過 當是沒事發生過 重新再一個scheme 一個restart這樣 然後可以扭轉局勢 那這個就是重點了 所以其實 在那個運動網球來說 對我的啟示就是說 怎樣可以就是 盡量將自己 一個過去的失誤 或者過去的bad memory 將它抹掉了 其實這件事的話 對於很多投資者都是 我們經常都覺得是 有時候有些投資者就說 買了股票都糟糕的 於是不買股票 那大哥 那你股票其實是一個 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回報 一個投資 那你完全不行的話 那你做什麽投資呢 就是這樣 那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運動和投資方面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的一個因素 那今天跟大家 就在一個陽光普照 雖然就是天色不算很清的日子 那講一下兩個 就是和投資的一些 運動之間的心態的 中間的事情 那希望對大家的投資 都有些幫助 那我們下次再和大家 聊天第二的話題 OK 拜拜